中国台湾网三月六日讯,争对2020败选国民党提名争夺战,黄金平反对无比以把刘中招可能性的提议,也反对韩国瑜用照参选。 表态自己参选到底,他更强调,日选上有机会做一论,四年后就交代给韩国瑜。 据台湾忠实电子报报道,国民党籍权立法院长,校任不分区立委黄金平,日前表态投入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,对于党主席卢杜毅,保留增长可能性。 勉强,领导人要有智慧,就要做智慧造成党的动荡,让大家心有悬念。 对于马云九丽挺前军董事长周立伦,参选2020,黄金平狠狠地酸道,他们本来就带着女男女,一为在一起啊,有什么好奇怪的。 对于娱乐呼声颇高的韩国瑜,又用照参选的议题,黄金平说,刚刚当选刚行市长的韩若用照参选2020,谁在对不起刚行市民,他更特别问韩匪喊话,自己若有机会选上, 我只会做一任,四年后就交代给韩国瑜。 对此,网友们并不买账,上一边去,走在面上都看不出来自己没错嘛,整天在那里幻想自己有很多人支持,什么干什么嘛,假的自己好像已经选上了似的。 当四年交代给韩国瑜,黄金平把台湾当成家族企业了,他是想毁灭国民党还是吃定2300万台湾人。 我们交足53个人输了,选项没有韩国瑜就不投了,关,编辑,诚挚。